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量 你可以看到 今天又创新天量 又创新天量 那这个盘怎么看待 这个盘怎么看待 第一个 这个盘会不会从台积电 本来是台积电不动 大家轮动 台积电不涨 大家涨 我3月31号跟各位讲过了 那变成怎么样 一样台积电不动 不跌 可是其他高位阶的个股 轮流 整理 做修正 你要先想这一点 有没有可能 那今天早盘的时候 对不起 我告诉我的客户 台股三天震出1.32兆成交量 那今天4800亿 刚好就1.8兆 我讲 本来KD在80之上 而且交叉向下 出现了二度背离 因为你这个盘昨天本来就应该要拉回整理了 可是他又给你拉高 又给你创新高 那一创高之后 结果开高 走低 刹下来 那造成了怎么样 第二次的指数过高 可是KD没有过高 这叫二度背离 而且他是交叉向下 那好玩的是 今天又给你拉起来 拉回整理 将有助台股多头延续没有错 可是今天爆出这个4800亿的成交量 后续怎么看待 我告诉大家 你先看台积电 拉尾盘 这代表有人不想让大盘这里就这样子下去 神龙摆尾 你震出了这么大的量 盘中一定有很多人 看看不行 赶快停损卖股票 赶快停损卖股票 结果尾盘 拉了一个306点的下影线 那今天这个爆量 它叫换手 它叫换手 可是你今天在卖股票 会不会有点太晚 又或者是 如果你今天 你手中还是满手股票的 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因为今天已经结束了嘛 对不对 那我找盘的时候我讲 各位你自己看 我讲的这个东西 你来印证 是不是都有发生 这今天了嘛 台积电不动 不跌了 其他个股轮流整理 有没有 台积电有没有这个地方 逆势拉起来 再来 上柜指数 会不会下看月线支撑 你看今天OTC就好 我这是9点钟发出去的 你看OTC就好 来 直接给你灌到月线 它昨天是怎么样 它昨天是走10日均线 我今天找盘9点钟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的客户 他直接就给你来测 直接给你下测月均线 让你所有的停损 在今天一次出去 有没有 但是你的股票 如果集中 基本上来讲 我跟各位谈 我今天我一挡股票都没有出 我该出的 我大赚入贷的 我礼拜五都已经出了一堆了 上礼拜五 我礼拜一也卖掉了 我说我现在股票 就是非常非常的集中 你对照昨天吗 我讲的 来 昨天是不是 开盘很强 拉高 我本来想 大盘五日均一破 对不对 会直接回撤16700关卡 这昨天的 这昨天的嘛 结果大盘昨天怎么样 大盘昨天给你开高过高 17041 给你开高杀低 留一个长上影线 你懂吗 那这个170 16700点的关卡 我在昨天就直接讲了 但这个盘 我跟你讲 有人在控 有人在控这个盘 所以本来 昨天就应该去测的 五日均线跌破的时候 就应该去测的 那延到今天 延到今天去测 那一测情况之下 你看 留了306点下影线 这边很多人在这里 把停损通通扫掉 都扫停损了 那你今天 出掉 我相信你今天出掉 可能心里会痛 可能你有些股票 你赔钱卖掉很痛 但没有关系 我说你跟着做 下一个新主流就好 你回到礼拜一的时候 来看 有没有 我都有讲 礼拜有我讲什么 短线支撑在16700 但你要提防高档震荡 我每一个都事先跟你讲 资金要转到 积极较低的成长股票 那礼拜一的时候 我说 我上个礼拜已经 获利出清很多股票 持股水位很低了 所以各位 你来看看嘛 普陈金的沙跌停 我4月1号先买 先买 该做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 有行情 我绝对不会放过 买完4月6号涨停 4月7号涨停 4月8号涨停 4月9号大赚出清 请问为什么 那么刚好 我礼拜五获利出清 大盘连杀3天4天 我礼拜五获利出清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连杀4天 为什么这么刚好 三天三只涨停板 转到口袋里面 卖完 杀下来 两根涨停板 两根跌停板 这一差 差多少 差20% 三根涨停板 转到之后 这边杀下来 我这边又差两成 这边三成 这边两成 加起来是五成 各位你知道吗 你看这样一来一回 这边是三根涨停板 是三成 这边两根跌停板 超过两成 这边这样一上一下 是超过五成 请问各位 怎么那么刚好 集优 三只涨停板 大转出厂之后 怎么那么刚好 又差两成 你4月1号先买 清明长假之前先买 买完之后 回来 涨停 再涨停 又涨停 大转出厨 大转出厂 差两成了 这边三成 这边两成 又五成了 我跟各位讲 其实上个星期 我出了三档股票 有一档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没有再讲 因为反正都是 大转出清的 那出清之后呢 我们就是资金 准备去做下一档股票 什么股票 我讲白的嘛 金豪科二号 金豪科今天被分盘交易 涨到被分盘交易 这股票 亲爱的观众朋友 不简单 28亿的股本 28亿的股本 一路买进 一路抱着 中间完全没有任何动摇 变都没有变 动都没有动 中间也听过很多人说 老师啊 你股票怎么就是金豪科 就是金豪科 就是金豪科 那别人每天都有涨停板 我说你们去看看 那些涨停板 那今天回过头来看看 很多人之前 追那些涨停板 今天在停损 今天在停损 我讲句坦白话 这个波段60% 每个人都可以赚得到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来追你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到这句话 先去买 3月18先买 买完就一直涨了 涨停板了 涨停板了 还在涨停 根本跟大盘几乎是怎么样 超越大盘 来 手中唯一一档 记忆体 也是最强的 我只有一档记忆体 3006金毫克 在工涨停 从九十几块钱 到136 已经大赚45%了 到昨天再创新高 亲爱的观众朋友 那我就 常常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说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强势股票 每天有那么多族群在轮 那为什么刚好 我挑到记忆体的股票 那又为什么那么刚好 记忆体里面 我就买这一档叫3006金毫克 那为什么那么刚好 这一档金毫克 就是盘面上最强的 那为什么那么刚好 我留到现在 那上个礼拜 我出清这些股票 出完下来 金毫克还持续强势 金毫克还持续强势 你看见没有 经验 今天打了碟金板 今天是好公司 对不对 我也跟各位讲过 我前面该出的 该大赚入贷的 我几乎都已经赚到口袋里面放着 除了像金毫克这样这个以外 那金毫克我觉得 他已经脱离我们的成本 已经赚六成了 所以我抱着没有关系 而且我持股已经 坦白来讲 已经太集中了 我说我所有 我有四个群组 加起来 总共只有八档股票 很多人可能手中的持股 都超过我所有会员 四个群组加起来的股票了 那我持股已经非常集中了 那为什么那种刚好 我抱在手中的金毫克 一个波段到现在大赚六成 那为什么刚好 我卖掉了经验 今天跌停板 有出未来才有进 来 8号 9点02分买进 我都需要各位看证据 9点02分这里 144块钱 涨停板151块 144到151 先赚5.2% 隔天再涨停板 对不对 有没有 先买 这边先赚5% 我当天买 当天先赚5% 这个将涨停板10% 所以我买进到 第二根涨停板 我是赚15% 全部获利输金 来 这边两支 这边也两支 来回 差了四成 请问各位 为什么那么刚好 就是因为 我这些资金 我要来买 金毫克 像金毫克一样 这样涨不停的股票 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 可能今天的心情 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先讲 我手中今天也有下跌的股票 可是我的心情 跟大多数的人心情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 大赚获利入在一些股票了 那手中放的这些股票 我认为未来还有上去的空间 所以我还抱着 那另外一块就是 我现在手中现金很多了 所以 你的心情跟我们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说不要紧 我都还没有出手 我所有会员帮我做见证 我今天只发了一通大盘讯息 我没有买任何股票 好不好 所以一定来得及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讲真的吗 就是像金毫克一样 这样涨不停了 我已经锁定金毫克二号了 对不对 你前面都没有赚到 没有关系 你只要跟上这一档 就可以了 一档股票 你做对了 就有可能让你反败为生 那你自己手中持股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你要把思想 你的心 放到未来会涨的股票身上 就像金毫克一样 他叫做金毫克二号 你今天只要能够 认同我的投资理念 没有关系 跟上这一档 我来带你反败为生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来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膝盖怎么那么好啊 我膝盖 宽骨 肩膀 都在巴黎国际长春诊所 治疗保养的哦 治疗过才知道 健康的事不能等 邓祥俊医师团队 专长不动刀关节治疗 首款模型主题3D手游 模型少女LA 4月15开箱公厕 Tina 做那么多你带不走 就要走 带不走 带不走 就要走 带不走 就要走 我就要走 我就要走 无法天长地久 但保证陪你很久 IKEA是年品质保证 掌握市场现金 总是给民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3点 金融100% 并兆育 新开公式 但你掌握市场趋势 好 那另外呢 我说像这个连扬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有数字 有未来的股票 所以短线上 虽然这个地方遇到震荡 可是相对上面来讲的话 它这里才刚刚起涨上去 我觉得整理完之后 未来还有机会再上去 没有问题 所以股票 你要做的就是 有数字 有未来 还是那句话 不要去追涨停板 好的股票 先买 抱着 所以有的时候呢 股票市场 你这样一路这样涨上来 涨到 来到这里 你会发现 好的股票 它就是金额期考验 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问大家一点 从我们一开始 在中视跟各位 解盘 到今天 我说 我跟其他老师在比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 讲一大堆股票 我不会今天跟你说 今天中钢涨停 我就开始跟你解钢铁股 航运股 大涨 我就跟你解航运股 我们解的就是 第一个 我们有买的 第二个是 观众朋友 想知道的股票 其实坦白来讲 有些股票 像这个四星KY 它会不会影响 连续四根跌听板 坦白来讲 手中有四星KY的人 也不是你们的错 因为头信也跑不掉 但是 它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 相关的股票 所以今天有很多 高价的IC设计 我们不要特别点名了 那如果你今天 还在做停损 或许你短线上 搞不好停到低点 你应该上礼拜 你就应该要逢高 获利入带 其实我 我这个大盘 我为什么每天 花那么多时间 跟你解大盘 有没有 跟你解大盘 上礼拜 这个礼拜一 我说短线支撑在16700 那今天是不是 打穿16700 连16600有打穿 打穿再拉起来 对不对 昨天我跟你讲 有没有 直接回撤16700 今天我跟你讲 OTC 会不会跟你下开 月线支撑 这些东西 其实我都跟各位讲过 他这么做 目的是怎么样 去扫停损 你们会害怕 主要原因是 你们追一大堆股票 很多人就是怎么样 一直在追股票 买了一大堆股票 然后杀的时候 你就很担心 那像我 我不是说 我卖了股票 我就在这边 就是 就是 看了那些手中 还有股票的人 就奚落 绝对不是 我是跟各位讲 我抱在手上的金豪科 到今天成为全市场 最亮眼的股票 他就像一路这样涨 涨不停 对不对 那我卖掉股票 你看见没有 我卖掉 经验 先买 涨停 再涨停 获利出清 这边两成 这边又两成 那来回是差多少 差四成 所以我前面该出的 我都也交代了 也几乎出了干干净净的 那当然这个是要 过去绩效 不代表未来 未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就是 新的股票 金豪科二号 所以各位回头想想看 或许你今天 可能盘中 你很担心 你没有赚到金豪科 那或许今天 你可能盘中因为紧张 或是你的老师告诉你说 我们先卖一趟 因为出量 就被拉一个306点的下影线 那都没有关系 又或者你金豪科 你都没有做到 也都没有关系 我讲的是 你只要能够跟上怎么样 这一档新的 金豪科二号 我们跟各位强调一点 我为什么前面 卖那么多股票 就是准备要布局新的股票 那不然好端端 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卖掉普城 我卖掉极优 我还卖掉一档九羊 那都是大赚入贷的 我礼拜一 大赚经验入贷 怎么那么刚好 我卖完的股票 这两天都下跌两成 有的赚三支停板 有的赚两支停板 然后都下跌两成 那为什么我留的金豪科 这么强 昨天还在创新高 那今天是因为分盘交易 就是因为我说 你们如果没有赚到金豪科的 那你也认同我的观念 股票要先买 不要追涨停的 那么这档股票 你一定一定要有 好不好 没有关系 不要紧 都还没有出手 你只要能够跟上 这一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 来 先登记 一样 我会按照来电的顺序 先通知 先卡位 先登记 我先通知 先卡位 好不好 跟上这一档 让你反败为胜 加倍奉还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